因為宴會是大家協商 說今天到底要不要排會 那宴會已經協商排會的責任 我必須要承擔 這按照立法委員之間 我就必須要做 那到底要不要開會 是大家委員會的決定 聯繫會的決定 也不是我自己一個人可以決定的 所以我剛才發現 第一個管路有問題 第二個高雄在下雨 所以我就徵詢兩邊的黨團 我先去徵求科技能人員 我說到底有沒有要開會 因為高雄在下雨 我其實有一點擔心 那我也跟會洪泰委員報告這個狀況 他們兩邊同意 那我才能做決定 因為整個的議程 是大家共同協商出來的 不是我一個人承擔 所以有的人就對我一直慢罵 我就覺得這對我不公平